廣州市衛健委年日來多番呼籲 提高老年人的新冠疫苗接種率 這是迫切而且是必要的 目前廣州各區多個疫苗接種點重開 不少長者和小孩前來接種 姜家聚報導 在白雲區學龍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疫苗接種點 指引標誌隨處可見 現場設有預檢分塵區、登記區、樓官區等 一早就有不少市民來打疫苗 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家 市民劉先生就專門陪著爸爸來打加強針 廣州市疾控中心黨委書記張周斌表示 老年人感染新冠後發展為重症的風險會更大 其中有基礎性疾病的患者 感染新冠病毒之後 引發重症的風險會更高 因此老年人及時接種新冠疫苗 優惠重要 目前市面上有三種技術路線的新冠疫苗可供選擇 包括滅活疫苗、腺病毒載體疫苗 以及重組蛋白疫苗 這些都適合60歲以上的老年人接種 每天的接種量都是一天比一天多 平均一天的話大概就有兩三百人 老人家跟小朋友的話基本都占到八成以上 老人家的話一般我們就會溫度會多一點 首先一個溫氧 平時有沒有什麼基礎病 就吃什麼藥物這些 現場還有很多家長帶著小朋友過來接種疫苗 醫生都會細心詢問提醒 小朋友就很配合 為了更好滿足市民對疫苗接種的需求 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增派人首席班 每天都開始新冠疫苗接種服務 無需預約直接前往接種 服務中心還通過多種便民服務方式 包括上滿接種開設專長等方式 加強服務保障 已打二針三針的還是相對比較多 今天還有挺多80歲以上的也有 行動不方便的老年人他有接種的需求 醫生護士我們主動上門去給他們打了疫苗 我們昨天也是上了兩戶 根據我們的接種量去安排我們的醫生去接種 所以目前我們還是可以孕婦的過來 目前廣州市的疫苗供應充足 對外公佈的疫苗接種點有231間 市民可以去到任意一類接種點就近接種 廣州電視機者 conecty trip 到 廣州電視機翼OS